欢迎来萧生次,我是喜耀 各位我回来了 回到了马来西亚这个熟悉的这个地方 在昨天我在桃园机场就搭乘这个飞机 飞了回来马来西亚 同一个时间在深夜的时候 萨努西就是耿人妻深夜在直播唱歌 请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认真来讲 也不应该算是什么新闻 因为一个政治人物 你要有影响力 像萨努西讲的 你要博取更多的关注 所以你去找一些知名的网红合作 管他是女的 有结婚没有结婚的好 都是正常的事 但是想想看这样事情来到马来西亚 它却成为了这样子的一个issue 成为了一个议题 这只能够拜绿朝 甚至是拜国盟所赐 这样事情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关注点 是因为有一个传教士 就公开的批评这个萨努西 而且随后也获得了不少人的认同 就觉得说萨努西不应该要在深夜的时候 跟一个女子去公开唱歌 OK 萨努西当然他的反应很快了 他就讲说 他其实是特地选在深夜 并不是要做什么见不得光的事 是因为很多的这些追随者 很多TikTok的这些Fans 都是在深夜才活跃 早上下午大家都做工 大家都不看 只有深夜才看 虽然我也不太清楚了 一般上我都觉得我深夜在睡觉 都好 第二点他讲说他在直播的时候 他的家人都在身边 妻子孩子都在幕后 所以其实是没有做出一些什么事情 他的妻子也知道这样事情 不过这样事情一样的 也只有他跟当场的人才知道 全部都有的他讲 坦白讲 我觉得萨努西做这样事情 如果换成是任何一个人 非穆斯林 还是换成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我都觉得 在我们世俗的眼光来讲 是正常的 举个例子 这样事情搬到了台湾去 这是一个再正常不够的东西 挑起这个事端的人才要被检讨 只是呢 就是因为近期我们太多太多 这种种族宗教的这种议题了 所以导致现在呢 他唱歌反而成为 他是那个需要被检讨的那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事件呢 完全就是国盟一直在炒作种族的这个事情 过的一个反思 OK 怎么讲呢 各位我给你举个例子 给我们往上上升一点点 你还记得尾巴的那个冲突吗 尾巴冲突的时候呢 玻璃市州的这一个州大臣 他就讲说呢 在元旦之前呢 我们这个州里面都进阁进五 OK 我们进阁进五 我们不要什么娱乐的这样的事情 我们共同来哀悼一下 为巴勒斯坦人的哀悼 那如果我用着这样子的标准 国盟的这个标准来审视撒努西呢 事情其实会去到更加的严重 什么意思 撒努西 其实我不管你是不是深夜 我不管有没有跟女主播 其实你出来唱歌 你直播唱歌 就是不对了 因为你出来唱歌呢 代表你没有跟巴勒斯坦人同在 OK 甚至你懂吗 所以宗教的事情其实可以无限上纲 上升到那个程度呢 如果我这样子来骂撒努西 他是不是其实也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毕竟也是国盟的人自己提出要进阁进五 OK 更不用提及他这次出犯了 可能引起很多人的敏感神经 就是他那个女生 而且还是结了婚的这个女生 所以在宗教法律上是不是允许了 这样事情 坦白讲一定会遭受到很多人的诟病 也因此呢 本来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就是要去撑更多的热度 还要去博得他的这个宣传 毕竟他是国盟伊斯兰党的这个宣传主任 他自己讲说 他就有必要用他这个平台发挥最大影响力 仅仅只是这样事情呢 也可以成为一个议题 也就代表了 其实呢 本身把马来西亚塑造成一个更加保守 更加着重宗教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呢 其实对国盟对伊斯兰党本身也是有伤害的 只是他们迟根早意识到这个问题而已 所以我只能讲说 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呢 只能讲就有自取了 OK 忙到来最后 我认同讲说 其实跟一个人唱歌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为什么这样事情会引火烧身 就是因为当初你创造的这个律潮呢 现在开始用同样的目光来审视你自己 OK 这期就跟大家聊聊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